作为泰安最有名气的以代实力,唱将之一,张韶晗近年来在内地逐渐幻发事业的第二春,尤其是一帮歌手让张韶晗这个小当当的姐废女,再次走到了主流观众面前,弃一首首经典歌曲《如梦里花》等等,不但让新生代网友重新认知她的实力,更被她独特的嗓音和声音认识, 她的情感所打动,因为歌手的热度,张韶晗的再次走红,不但勾起了80后一代集体的回忆和情怀,也让她本人有了更多的表演机会。 当然了,张韶晗本人不只是有实力,歌手中也是展现了颜值在线的实力,各种近距离的镜头特写都扛得住。 当然了,歌手作为芒果台,被顶级资源综艺真人秀,节目制作精雕细琢,自然离不开各种美业到爆的吕金家是各位歌手。 看看节目采访片段中的张韶晗,也是面部白皙细腻,看不到一丝丝肌肤的真实状态,这吕金用得太重了。 所以,最新一期《举杯呵呵呵》中,36岁的张韶晗,作为最后一期首官嘉宾,节目中意外暴露真实的颜值,因为举杯呵呵呵,都是男性主持,所请到的嘉宾也不是固定的咖位和身份,所以节目中便没有使用滤镜,不难看出,没有歌手滤镜的加持和美颜效果。 张韶晗的真实颜值,还挺让人意外的,皮肤被打了厚厚的粉底,其实看不出太多本来的真实的肌肤状态,但眼带和细纹是遮不住的。 张韶晗的眼带,真的太重了,而且不,只是一层眼带而已,一笑眼底的眼底更加明显,而且细纹格外的暴露无遗,不知道张韶晗是不是太喜欢熬眼,为何眼带这么严重? 而且眼部肌肤老化的也比较快,建议少熬夜保持健康,充足的睡眠,而且也要多多做眼部保养了。 虽然说张韶晗的真实颜值,让人略略失望和意外,但是他的性格还是一如既往的讨喜,本身他就是个性比较直帅的人,所以到了举杯呵呵呵,也是十分敢说,也相当坦诚。 其中就提到了上热走的那次C位事件,大佐主动提到了巴沙慈善业C位这个热电新闻,并且给张韶晗解释,说,他是被挤到C位位置的,并不是主动站在刘嘉玲和张子怡的身边,可以去抢镜头。 而张韶晗也说,自己并不是喜欢炒作的人,而且自己也不屑去炒作。 第一,张韶晗说,自己是一个非常宅的人,所以像慈善巴杀业这样的活动,是他几年来第一次参加,所以很多状况不懂。 第二,张韶晗不知道什么是C位,第三张韶晗说,自己如果要炒作,就抄飞文多好多简单,想想也对,张韶晗这么多年来,很少有飞文出来,而且他也不屑于此,只是数欲尽而风不止。 张韶晗最近这些年经历,的事是非非,也实在太多,跟母亲的事情被救世重启,亲人之间的矛盾和嫌弃是最伤人的。 接着便是和范伟齐八年的恩恩怨怨,一度被网友热意的炸锅,几次三分上了热搜,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,张韶晗都难以置身事外,卷入舆论漩涡的他,说心理上不受伤害是不太可能。 再加上一个慈善八杀业C位事件被不少网友骂,张韶晗近年来,似乎总伴随着部分网友的质疑和挑剔,就是这样的经历,一个再强大的曲杯歌手,也看不住舆论不断的侵袭,所以张韶晗如今在曲杯呵呵呵,中暴露真实的颜值,也是让人心疼的。 他是在经历的太多饱受的太多,心理的考验和承受,其实最终还是会显现在外表的仓方和变化。 谢谢。 谢谢。